一只脏兮兮的小狗 叼着一只塑料带密封的人类断指 目的明确地奔向了停在路边的警车 在引擎盖上 它向里面的警察展示着鲜血淋漓的手指 这让那些警察艰难地咽下嘴里的食物 警察猜想 这只狗好像有什么消息要告诉自己 在确认那是一截人类断指后 他们直接跟着狗狗破开了一户居民的后院 一进来就听见争吵不断的狗叫声 而接下来的一幕 让身经百战的警察都觉得震惊不已 那是一个巨大的狗龙 在狗龙里面 除了十几只流浪狗以外 还有一个满身脏污的男孩 根据手上的伤 那截断指应该就是男孩的 警察通过男孩的头发和身体状况 他们推测男孩在狗龙里面已经生活了好几年 而等到警察闯进屋子里 里面的父亲正和大儿子紧紧相拥 他们手里还有一把长枪 而这一切都源于手持长枪的男人 是他造成了这个悲剧 在这个家庭里 每天只有打骂声和哭喊声 而这个父亲以斗狗为生 所以院子里才关押着大量的流浪狗 为了让这些狗保持着争强好斗的本性 每次 父亲都会和自己的大儿子拿着少的可怜的食物 来到狗龙面前晃摇 他们会对狗狗们进行饥饿训练 让他们保持着捕杀的天性 而男孩道格则心地善良 他会把食物偷偷地藏在口袋里 然后拿出去喂给狗狗吃 这一行为 也让心里扭曲的哥哥发现 他直接在饭桌上告状 说弟弟会把口袋里面装满食物 然后去给狗狗们吃 很难想象 这个扭曲的家庭居然信基督教 尽管母亲苦苦哀求 让父亲不要在饭桌上做这些 但是暴躁的父亲 还是一把拉扯住男孩道格 把他像抹布一般扫清了桌上的饭菜 然后拖拽着 把道格直接扔进了狗龙里 从此以后 他就要与这些狗狗为伴 这些狗就是他的家人们 就这样 道格在狗龙里生活了好几年 平日里就吃狗吃的东西 而等到了寒冬 他也只有一个简简单单的被褥来进行保暖 这天 忍受不了的妈妈决定离开 他在临走前塞给了道格好多罐头 嘱咐他尽量藏好 找个地方买起来 不要让父亲和哥哥发现 而在临走前 母亲向道格道歉 说着妈妈爱他 但是自己忍受不了 留给道格的就是一个离开的背影 而在母亲离开后不久 一窝小狗就出生了 哥哥发现了这些小狗仔的出现 好像发现了什么新大路一样 他立刻忽视了弟弟的求救 叫来了父亲 父亲拿着被捕时的那把长枪 而道格像野兽一般嘶吼着 想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父亲却无视了儿子的想法 我觉得开了一枪 这一枪直接击中了道格的脊椎 让他从此瘫痪 而一旁阴险的哥哥 阻止了父亲过去施救的行动 劝走了父亲之后 他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祷告 扔下了一个手帕后转身离开 受伤的道格 忍着疼痛扭下一截手指 他告诉自己的家人 叼着这袋子 去找杂志上的警察车 这也就发生了电影开头的一幕 在后来 道格的父亲选择了自杀 而哥哥被判入狱 从此以后 道格被送到了福利院 他终身与轮椅为伴 医生告诉他 如果要强行站立 那没子弹会越发地压迫脊椎神经 这会让脊髓液倒流 也就是说 道格每站立一次 离鬼门关就更进一步 而在福利院的这段时间 道格遇到了他人生中的光 在这里 萨玛尔教会了他化妆和表演 并告诉道格 如果接受不了真实的自己 那就去扮演别人 不过后来 萨玛尔离开了福利院去了百老汇 在舞台上 在百老汇里 他绽放光彩 成为了一线明星 后来 长大的道格坐着轮椅来百老汇看演出 萨玛尔的表演让他震撼 他来到后台和萨玛尔见面 把自己这些年积攒下来 有关萨玛尔一切新闻简讯 所制成的首帐送给了他 也是在这时 道格见到了萨玛尔的丈夫 还被通知 如今的他 肚子里面已经有了新的生命 而道格只能强称地笑 送上客气疏离的祝福 回到家里的道格情绪爆发 甚至扔掉了赖以生存的轮椅 而这一刻 只有狗在关心着他 安慰着他 与此同时 麻绳专挑细处断 命运折磨苦命人 道格工作的流浪狗救助中心即将被取缔 意味着他将失去工作和赖以为伴的狗狗家人 后来 他去找了一幢废弃的大楼 在里面安置了所有的家人 这里没有房租 能够省下一大笔开销 而为了养活自己的家人 道格开始四处找工作 可是由于残疾 他接连碰壁 最后 道格在一家歌厅找到了一份歌姬的工作 他强撑着身体 站立在舞台上 感受着子弹一寸寸的进入脊髓 不过他不后悔 他凭着全力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这一刻 他的身体完成了蜕变 而白天他是舞台上要演的歌姬 等到深夜 他就是都市中劫富济贫的狗神 带着狗狗军团成恶扬善 勇斗敢抢到自己头上的混混 这天晚上 一个男人拿着手枪 闯进了道格居住的废弃大楼 叫嚣着要他把保险箱交出来 还说着不要逼自己向残疾人开枪 为了不受伤 道格淡定地说出了保险箱的密码 打开保险箱后 里面是一箱子昂贵的珠宝 而就在劫匪满心欢喜地收割财富时 一只狗狗突然出现 那劫匪不屑一笑 说着这只狗很可爱 道格礼貌地道歇 而看着如此淡定地受害者 那男人好像觉得有些不对 这时 那身旁 沙发背后 以及大楼中废弃的孔洞中 在道格淡实的敲击之下 获得暗号的所有狗狗一拥而上 一口直接咬断了劫匪的双手 无数狗狗蜂拥而上 对于如此血腥的场面 道格只是平淡地转了一下头 心中感叹 兄弟 你抢错了人 而第二天 更多的劫匪涌入了这栋废弃大楼 甚至还有那匪徒的老大 一袭红衣的道格穿上辅助战力的器具 准备和这些人来一场硬仗 他拿上自己的枪鞋 而此时 遍布大楼的狗狗大军也随之出动 一个黑人小弟看到了墙面上的一个狗洞 想要通过这里深入道格的家中 可是刚探进去一个头 他就和一只狗狗撞上了面 最后直接被硬拖了吞了进去 而另一个小弟看着躲进死胡同的狗狗 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却不想一堵墙的背后 站着的正是拿着枪的道格 轰的一声枪响 劫匪团伙再次被消灭一人 而其他的狗狗则引诱着另一个劫匪 一步步掉入陷阱 然后再由道格补枪 甚至于补兽家都被道格利用的淋漓尽致 狗狗们又迎来了一顿宝餐 最后整个劫匪团伙只剩下了黑老大一个人 他疯狂地扫射大门 而道格则一瘸一拐地回到房间 此时他压制住疯狂跳动的心脏 倒着美味的红酒 听着黑老大威胁自己往哪里跑 道格冷静地面对 因为他知道 此时黑老大的手枪已经没有了子弹 他冷漠地告诉对方 看样子 这回跑不掉的是黑老大本人 紧接着 无数狗狗蜂拥而上 风卷残云之下 整个团伙被道格一家团灭 而如此大的动静也吸引了警方的观众 最终 道格因为杀人而被捕入狱 在监狱中 他遇到了心理医生伊芙林 他把自己的过去 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了这个单亲妈妈 并告诉伊芙林 自己并不怨恨母亲的懦弱 而他的离开或许还让自己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母亲是爱自己的 而伊芙林和自己有着共同的伤痛 道格告诉伊芙林 如果一个孩子 没有一个能够守护自己的母亲 那么他的童年就会和自己一样 悲惨无助又痛苦 而道格的一番话 让伊芙林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和女儿 他小时候和道格一样 被母亲抛弃 现在 他在生活压力和前夫的骚扰下 也想过抛弃自己的女儿重新生活 可是经过和道格的对话 伊芙林决定要做一个和母亲不一样的女人 他要守护自己的女儿 在后来 被道格视为家人的狗狗们涌入警局 先是夺走了监狱的钥匙 然后再由一条戏狗越过重重的监牢门路 把钥匙丢给了穿戴整齐的道格 而此时的道格坐着轮椅滑到了门前 他艰难地站起身 一步步地走向自由 他的步子迈得缓慢又坚定 每走一步 道格体内的子弹就更深入脊椎一分 每一步都在走向死亡 最终 他走出了警察局 来到了门外的教堂楼下 他仰望着高耸在塔间的十字架 这一刻 他的身影和十字架重叠 道格就像受难的耶稣 他没有感受过真正的 来自人类的爱 就像耶稣最后受难一样 最终坚持不住的道格倒在了地上 他的影子叠加在十字架上 充满了讽刺与救赎 他能清晰地感受着自己体内生命的流失 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 而此时 他的狗狗家人们像信徒一般围在道格的身旁 就像那真主的翅膀一样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道格感受到了来自家人的爱 就像导演吕克贝松最后所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没有超级英雄 能救自己的 只有自己本身 而道格就像一只没有被邪恶驯化的小狗 他不遵从人类社会的法则 他只想守护自己与家人 就算没有感受过来自人类的善意 在墨西哥的边境 每年都有许多难民企图逃往美国 然而这次有些不同 警察虽然将大部分偷渡科控制住 却仍然有一人逃走 警察立刻将其包围 其量男人开始跪地乞讨 等警察走近时他则突然引爆了炸弹 与警察同归于尽 于此中时 在美国的一处小超市内 只见四名大汉走到人群中 毫不犹豫引爆了炸弹 爆炸成其二连三 一名母亲准备带孩子离开 却被最后一人堵住门口 他劝说大汉放过他们 然而下一秒 整座超市都化为了灰烬 这起严重的恐怖袭击 造成数十人死亡 让美国国防部长震怒 他在电视发表公开演讲 声称一定会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 彻底将恐怖组织捣毁 中情局很快查到 那四个人都是通过水路 偷渡到美国 于是中情局派出部队 骑袭了索马里的海盗老巢 抓走了他们的老大小黑 中情局探员马克 开始对其审问 小黑本以为会被施加酷刑 却不料马克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他拿出了电脑给小黑直播了军队轰炸他家的画面 这简直就是杀人诛心 紧接着 马克用他剩下的家人威胁 小黑终于说出实情 那些人来自野门 通过贿赂小黑走水路去到墨西哥 然后再偷渡到美国 马克继续调查 发现这些人的资金来源 以及乘坐的轮船 全都来自墨西哥的雷耶斯集团 他们在20年前靠卖面粉起家 但发展到现在 更多的是依靠贩卖人口 以及帮人偷渡到美国为生 马克回到华盛顿后 开始向各路大佬汇报 得知了幕后黑手 国防部长当即命令中情局出手 想办法铲除这个毒瘤 将军提议跟墨西哥政府商量 直接派遣美军进行斩首行动 然而马克提出不同意见 对付这种组织 不能用斩首行动 因为这会导致组织分裂 多个小型组织反而更加难以对付 不如来一招祸水冬野 墨西哥除了雷耶斯集团外 还有一个与之分庭抗礼的马塔集团 两家素来不合 如果能挑起他们的矛盾 美国就能坐收渔崩之力 国防部长意识到此计划可行 但是一定要做得干净 马克自然明白 毕竟他们中情局 就是专门干这种脏活的 不过国防部长提出 自己不能给他们提供人手和装备 以免让人抓住把柄 但资金可以大量提供 马克当即同意 他找到自己的军火商老朋友 提出要租用他的装备 包括两架夜鹰直升机 以及一个退役特种兵小队 枪支弹药更不用说 自然是多多益善 反正也不用马克掏钱 这可把军火商吓了一跳 还以为他要打这么小国家 由于此事十分机密 马克告诉他 这只是一场小行动 于是这场交易最终以2000万的价格成交 于此同时 马克还想到一个老朋友 那就是前中情局特工德尔 他的家人都死于雷耶斯集团之首 于是马克直接来到他家 看到老朋友到来 德尔却也并不是很高兴 可当他听说此次的目标 正是仇人雷耶斯 他当即同意下来 小队的第一个目标 便是马塔集团的律师 在小队的攻击下 律师当场被德尔干掉 这起凶杀案件最大的嫌疑人 自然是与之敌对的雷耶斯集团 但这还不够 马克的下一个目标 则是雷耶斯的女儿 伊莎 此时的伊莎正在学校打架 两人被带到校长办公室 伊莎声称 是对方先叫他毒贩女儿 校长企图将伊莎退学处理 然而伊莎根本不怕 还让校长试一试 然后嘲讽一笑便离开 学校放学后 伊莎被保镖开车送回家 其料半道上所有通讯设备 通通失灵 保镖察觉出不对劲 刚让司机加速前进 前车就发生了爆炸 司机急忙倒车 却被另一车截停 马克带着队伍下车 直接绑走了伊莎 两名保镖则被捆在车上 马克还不忘留下一句 这就是跟马塔集团作对的下场 其料事情发生了变故 马克通过卫星观察到 他故意留下了两个保镖 居然被警察当场干掉 看来马塔集团在墨西哥 已经收买了不少的警察 与此同时 伊莎被送到郊区的屋子内 由于自始至终 他都被蒙上眼睛 于是 马克想出了一个新计策 那就是让德尔装作美国警察 上演一出自导自演 营救人质的好戏 于是 在象征性的开了两枪后 德尔带领了小队 成功的救出了伊莎 并将其带回美军营地 德尔谎称要把他送回他父亲身边 实则 他们真正的目的地 其实是马塔集团 只要伊莎落到马塔集团手中 那么这两个集团的火拼 一定在所难免 于是 他们先来到美国 并大张旗鼓的宣传 已经成功救出了伊莎 现在就要运送回墨西哥 谁知在半道上 德尔一行人 差点撞到小虎子阿文 阿文本想发火 但看到几个人凶神恶煞 顿时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只能幸幸离开 德尔一行人很快来到美国边境 他们开上三辆汉马车 当即准备出发 同时也提前跟墨西哥警方沟通 得知对方将提供七辆警车护送 再加上美军的侦察机支援 可谓是万无一失 车队很快跨过边境 但这条路有些不对劲 车队居然进入了封杀地带 眼看地上的烟尘越来越多 甚至飘进了车里 马克的心情也越来越忐忑 他急忙呼叫侦察机 却得知附近仍然没有其他车辆 正当马克准备继续询问时 侦察机突然发现了右侧的敌人 与此同时 前方开路的警车居然调转枪头 对着汉马车疯狂扫射 好在车辆用的都是防弹材料 然而 一发反坦克导弹 直接炸毁了前车 警车也顺势堵住去路 马克小队只能停下反击 急忙呼叫支援 侦察机一发导弹摧毁了远处的敌人 但眼前的警察依然在疯狂开火 马克想到 这一定是雷耶斯收买的黑警 于是 他们趁着敌人火力稍弱 立刻下车反击 好在他们装备精良 面前的警察根本不是对手 被他们迅速射杀 与此同时 车上的依莎趁着大家都不在 悄悄地离开汽车 逃出了交战现场 小队开始走向后方 与另一群警察对峙 对方终于忍不住开火 小队则迅速反击 将其全部射杀 好在众家的队员穿了防弹衣 身体没有大碍 他们刚要上车离开 却发现 伊莎居然不见了 此时侦察机传来消息 大批的墨西哥警察即将赶到 为了保险起见 德尔主动前往寻找伊莎 其他人则立即撤离 马克见状 也只能选择相信德尔 同时 他交给德尔一块芯片 只要他到了边境 就打开 马克自然会顺着定位去支援 两人就此分头行动 马克刚出发身后就出现一大批警车 他立刻站起身 冲着警车一阵扫射 吓得他们不敢再追击 一行人顺利回到美国 与此同时 逃走的伊莎穿过戈壁 发现了路过的车辆 他急忙挥手求助 其料 那个人竟是刚才逃跑的敌人 眼看伊莎就要被强行拉上车 关键时刻 德尔一枪将敌人爆头 最后 他把伊莎扶上车 两人准备前往美国边境 眼看天色一晚 他们终于在戈壁上找到一户人家 德尔上前询问 是否能够收留他们一晚 没想到 男主人居然是个聋哑人 德尔当即用手语询问 男主人看到伊莎 认出她是电视上被绑架的少女 不过也并被拒绝两人 与此同时 马克回到基地 然而 上次突然告诉他 因为跟墨西哥警方发生冲突 导致事态升级 由反恐案件变成了外交事件 因此部长下令停止行动 并将一切的外人清除 包括伊莎和德尔 马克刚想反驳 其量上次根本不听 这下 马克也毫无办法 他给德尔打去电话 通知他干掉伊莎后就撤离 德尔仿佛猜到了什么 当即拒绝这个要求 经过多着的相处 德尔在伊莎身上 看到了他女儿的影子 德尔深知此地不可久留 于是 决定先带着伊莎回美国 德尔将武器装备埋了起来 伊莎此时问德尔 为什么他会手语 这才得知 德尔的女儿也是聋哑人 伊莎终于想起来 他父亲的手下 正是德尔的仇人 尽管两人立场不同 但德尔仍旧愿意保护他 由于走海关一定会被发现 所以两人伪装成妇女 企图通过偷渡客的舌头 悄悄回到美国 伊莎更是剪去他的长发 两人来到舌头的聚集地 付出了2000美元后 两人开始在原地等待 其量 就在此时 之前曾与德尔见过的小伙子阿文 也看到了德尔 他当即把情况告知舌头 于是 在他们坐上大巴车后 一帮舌头当即掏枪 对准了德尔两人 吓得其他偷渡客纷纷离开 舌头在德尔身上搜到了手箱 同时 让阿文上前指认 得到肯定的回答 舌头本以为德尔是警方的卧底 但他突然发现身边的小女孩 居然就是雷耶斯的女儿 这下可算是发了 于是 他们当即抓走了伊莎 同时 舌头问起德尔的来意 德尔声称 自己是雷耶斯的手下 奉命带着伊莎回去 其料 舌头根本不屑 反而直接将其打晕 并捆了起来 与此同时 马克的小队坐上直升机 正四处搜寻德尔两人的踪迹 终于通过卫星观察 得知两人准备偷渡 却被舌头抓获 马克当即让直升机赶去支援 此时 舌头们已经带着德尔来到野外 老大想利用他的性命 检验新家住成员的胆量 首先是阿文身边的小伙子 他举枪对准德尔 看着他在地上挣扎 却迟迟不敢下手 老大气急败坏 一枪干掉了小伙子 接下来轮到阿文 他虽然也十分害怕 但有了小伙子的前车之剑 最终还是一枪打中德尔 看着他倒下去失去动静 车内的伊沙悲痛欲绝 而另一边的马克 也通过卫星看到了这一画面 然而 上次却说这种情况挺好的 毕竟不用他们亲自动手 马克内心五味杂陈 对于德尔的离去 他也是火冒三丈 于是 当即命令小队出发 准备将舌头一伙 一网打尽 另一边的舌头一伙 阿文亲自动手杀了人 内心感到惶恐不安 最终决定跳下车离开 殊不知这个举动反倒救了他一命 经过一夜的赶路 直升机终于追上了舌头 第一架直接横在马路上 堵住舌头的去路 随后一枪干掉司机 小队立即下飞机开始攻击 舌头老大还想挟持伊沙 却还是被一枪爆头 后面车上的小弟们 马克也没放过 直接一轮扫射 送他们上了七天 马克抱起伊沙 此时的伊沙早已万念俱灰 任由马克带自己离开 队友十分不解 他们的任务明明是解决掉他 但对于德尔的遗愿 马克决定违抗一次命令 与此同时 躺在地上的德尔居然醒了过来 原来内枪没打中要害 只是从他脸上穿过 德尔拼命挣脱束缚 他一路挣扎前进 发现了被灭掉的舌头一伙 他立刻想到 这一定是马克的杰作 于是德尔开上汽车 准备前往边境 其量半道上一辆车擦肩而过 随即掉头追来 正是舌头的手下 德尔根本没心思跟他们对打 提前准备了手雷 直接扔进车内 随着一声爆炸 敌人尸骨无存 德尔忍着剧痛驶向远方 很快已经是一年后 当初逃跑的阿文 如今已经是满是花壁黑老大 他回到自己的地盘 然而他一开门 德尔就在这里面等着他 看来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多年前的阿富汗战场 一队美国大兵不慎陷入包围圈 连上校都被炸得失去行动能力 危机关头杰克端起机枪 凭借精准枪法突出重围 几乎全肩了在场的恐怖分子 但他着急查看上校伤势 差点阴沟翻船被人偷袭 还好上校及时开枪把他救下 两人就这样 互相扶持着等来了救援 几年后的杰克早已退役 为了生计他选择到汽修店 给自己的养父打工 经历过多年战争 现在的杰克 只想好好陪伴老婆孩子 但天不遂人怨 这天杰克和往常一样来到店里 却发现门前停了许多辆车 他顿觉不妙 大声招呼其养父 可回应他的却是一伙混混 领头的光头说话十分难听 他让杰克赶紧上交保护费 不然就要给他好看 杰克哪受过这气 眼看光头招呼小弟就要动手 杰克直接抡起扳手 轻轻松松地放倒了一群人 光头见识不妙 赶紧拿枪威胁杰克 但他也看出杰克不太好惹 只能嘴里不甘不敬地叫嚣 要杰克小心他的老婆孩子 转头就带着小弟跑了 眼看赶走了混混 杰克赶忙安慰养父 让他别跟这帮混混一般见识 养父一脸洒脱 他年轻时也曾试个混混 现在他不惹是更不怕事 自然不会因为混混影响心情 但杰克还是觉得心里不安 立刻打电话给妻子 听到老婆孩子都好好待在家里 杰克还是安心不少 可老婆让他报警被暗示 他却担心牵扯进养父 干脆地拒绝了 直到晚上下班后 杰克回到家门口却发现光头也在 还嬉皮笑脸地对他打招呼 杰克心里一紧 赶紧冲进家门 当他看到客厅的惨状 直接就愣在了原地 只见他的妻儿躺在血泊当中 已经没有了呼吸 杰克只能坐在沙发上 悲痛到连哭都没了声音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但面对警长的提问 杰克什么都不想说 突然他就像想起了什么 当场一个箭步就冲到车里 油门一踩就把车开走了 路上他不断回忆起曾经 一想到是去的妻儿 他就难以抑制地怒火中烧 心里只想找到光头报仇 不知在路上开了多久 杰克终于在一个酒吧门口 看到了光头开的敞篷车 他拿好枪就直接下了车 光头果然正在酒吧潇洒 浑然不知危险正在靠近 只见杰克走进酒吧 很快就锁定了目标 然后一枪放到看门小弟 一路杀到了光头面前 眼看小弟要被杰克全灭 光头赶紧解释 说自己只是受人所托杀他妻儿 他自己也是不得已 此时的杰克根本听不进去解释 直接就把小弟抱了头 光头明白自己今天一定要死 于是摆好姿势让杰克开枪 杰克也没跟他磨叽 杰克这一路连杀六人 无期徒刑的判决很快就下来了 被送进监狱的杰克心如死灰 也准备在牢里了结残生 但他时不时就能想到 妻子孩子是怎样在家里被杀害 一想到就难以原谅自己 在他快要情绪崩溃的时候 他曾经的上校找到了他 梅森想把杰克弄出去 但杰克却说 他现在的心思的彻底 让梅森照顾好自己 不要再替他操心了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会面室 但很快 就有一个陌生男人找到杰克 他想让杰克为他卖命 作为回报 他会帮杰克逃离处罚 杰克依旧表示了拒绝 却没想到当天夜里 就有一对黑衣人 闯进杰克的牢房 他们直接强行掳走了杰克 当杰克再次醒来时 探监的陌生男人就在他面前 他自称拉姆齐 并且告诉杰克 杀害他妻儿的另有妻人 光头只不过是拿钱办事 这一下击得杰克只能答应 杰克随美女丽莎 来到组织总部 拉姆齐向他介绍 这个组织是国家特工第八科 是全国特工组织里 最特别的部门 他们专为政府清理害虫 特工们也都是像杰克一般 有些难以七尺的过去 而拉姆齐就是这个密证机构的头 拉姆齐的手下测试了杰克的能力 很快他就和丽莎组成搭档 坐上了前往执行任务的四人飞机 丽莎给他介绍了这次任务的目标 那是个黑军火商人阿彪 他们要拿到军火原理图 并且全灭阿彪的军火走私组织 画面一转 阿彪正和客户约定交易 但客户明显不满这次的交易地点 哪有正经人在垃圾田买场交易 阿彪却不以为意 甚至还挑衅般地拍了拍客户的脸 这一下直接惹恼了客户 就在这时杰克偷偷摸到附近 一枪解决了一个守卫 这动静直接让局势更加紧张 两边人马都因此进入战斗状态 客户忍无可忍率先动手 双方很快发生火拼 丽莎找准时机 一发子弹炸飞了轿车 杰克则是一枪一个 解决掉了所有拦路的人 问出阿彪把原理图藏哪之后 干脆利落地送他归西 但当他去车上拿原理图时 却放过了车上的两个女孩 事后拉姆齐对此大发雷霆 他认为杰克完全是妇人之人 留下女孩将会给他们带来许多隐患 甚至威胁杰克 要把他丢回牢房 杰克据理力争 他不愿杀无辜之人 也无所谓回不回去 眼看杰克叛逆得很 拉姆齐气不打意出来 动了心思想解决他 紧接着给他的王牌打了个电话 此时的王牌洛克正在执行任务 只见他在大楼里穿行 利落地处理掉守卫 轻轻松松就闯入财阀屋内 遣散掉无关人员 冲着财阀直接就是两枪 随后大摇大摆地走出电梯 仿佛只是个无关的路人 但安保很快接到通知 一个接一个地上前想制服洛克 洛克飞起一脚 踹飞正面扑来的安保 然后开枪把其余员吓退 最后解决掉身后的保安 就有惊无险地离开了酒店 临走还顺走一辆钢体的保时捷 而杰克他们又在第八科集合 这次的任务全员出动 他们要暗杀一个颇有声望的周一元 几人很快赶到目标地点 一元正在自己的豪宅里做演讲 丽莎摸进后台解决掉守卫和场控 在一路杀进资料间 很快就把证据拷贝到手 而杰克则埋伏在一元的逃跑路线上 眼看不能一击入魂 杰克不要命一样 主动从山坡上滚下 几枪就逼停了车 一元屁滚尿流地滚下车 哀求杰克放过他 听他说到自己的家庭 杰克不由想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 正犹豫时 一元被杰克的同事一枪击中 面对杰克的质问 同事嘲笑他婆婆妈妈像个女人 回到家中的杰克反复想起这些 直觉告诉他这是没这么简单 还没等他想明白怎么回事 就发现有一群武装人员来了 于是等那些人闯进屋子时 杰克早已没了身影 他知道这是第八科下的手 因此第二天他直接找到梅森上校 先是询问上校是否知晓第八科 得到否认的回答后 杰克希望上校能给他一些枪和钱 上校没多说什么 只是告诉杰克 自己会尽可能地帮助他 镜头一转 拿到物资的杰克正在大街闲逛 却不小心撞到一个男孩 男孩正巧是杰克儿子的朋友 原本杰克只想和男孩叙叙酒 却意外得知儿子出事前 竟然和第八科的人有过接触 这让杰克顿感不妙 此时的洛克也发现了杰克 他直接起身向杰克射击 杰克赶紧护着男孩送进屋子 然后在路上拔足狂奔 洛克不紧不慢地跟着杰克 奈何准头实在不太好 打空一个弹夹都没能打到杰克 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跑掉 面对赶来的警察 洛克倒是轻松地把他们全部送走 他打给拉姆齐汇报情况 不料拉姆齐却对他好一阵嘲讽 一席话说的洛克从此记恨上杰克 杰克此时也跑到了养父的店里 他交代了情况 当脚步声出现时 立刻就拔枪进入战斗状态 谁也想不到进门的第一个敌人 竟然是被养父干掉的 第二个敌人 则是在封批队友的助攻下 死于杰克手里的改追 紧接着第三个人想要和杰克决斗 两人直接就丢了枪 开始近身肉搏 杰克明显不是他的对手 被打得十分狼狈 最后关头竟然是丽莎救下了杰克 随着警笛声越传越近 养父也没多说什么 直接丢了把车钥匙给杰克 路上杰克问丽莎为何要救自己 丽莎却说他也想退出第八课 第二天一早 两人就来到了拉姆齐的所在地 杰克正想劝丽莎先行离开 下一秒就被放倒了 等他醒来时拉姆齐就在面前 他质问拉姆齐为何要害他的家人 拉姆齐却说这并非他的本意 紧接着梅森就走了进来 他说杰克有非比寻常的任性 不该一辈子只做一个修理工 做这一切都只为了逼他出山 随后几人就离开了审讯室 拉姆齐和梅森也完成了交易 但梅森却借口说自己要上厕所 偷偷跑进审讯室放了杰克 原来他一直从事雇佣兵的情报工作 最近刚得到司法局的命令 要把拉姆齐一脉斩草出根 两人一拍即合 当场决定先解决拉姆齐 很快他们就杀到了餐厅 为了保护杰克 梅森胸口重胆 没来得及多说什么就咽了气 面对撵上来的丽莎 杰克丝毫不怕直接迎了上去 正巧丽莎也打空了子弹 两人没打多久 丽莎就掏出了匕首 直接一刀刺进杰克尖窝 怎料杰克就着他的手拔出匕首 反手一刀解决了丽莎 紧接着杰克坐进车里 开始追逐拉姆齐 两人边打边追却始终没人受伤 最后还是拉姆齐没有注意路况 直接撞到了路边的车 这才不得不停下 杰克也没多话 上前解决了他 当晚司法局局长就找到杰克 原来第八科早被国家放弃 但拉姆齐却召集他们 用来进行一些非法勾当 同时局长邀请杰克加入他们 为此他们可以免除杰克的刑罚 但经历这些事情的杰克 并不想再涉足政治 局长只能留下明天就离开了 回到家中的杰克却遇上了洛克 洛克表示自己一生从未失守 他必须杀了杰克证明自己 杰克一听 上来就搅了洛克的枪 一脚踢进沙发里 而后就被洛克好一顿胖走 两人从肉搏变成泄斗 毕竟杰克做了多年修理工 身手必定比不过王牌 就在洛克把杰克踢翻在地 准备结果踏实 杰克却正好掏出了沙发里的枪 成功反杀了洛克 结束一切的杰克给养父刘炎 自己决心去新的地方生活 让一切从零开始 大巴上杰克却看到了一对母子 两人的美好让杰克想到自己的家人 他突然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 于是打给局长 下一次 他将为了守护别人的幸福而战 这个男人是地表最强特工 他一年消灭的反叛军数量 是其他分队的总和 还银赫和战功被授予了十字勋章 是名副其实的杀人机器 多年征战让约翰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于是在三年前偷偷脱离部队 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但这天 一通电话打破了约翰平静的生活 老教官道格给他留言 但却并未说明原有 随后出现了枪声 约翰当即回拨电话 但始终无人接听 担心老友的安危 约翰立即驱车 来到几公里外的小镇 但他发现 道格的屋子被围上了警戒线 约翰闯进屋里 却发现四处都有血迹 约翰联系到军营 可见到的却是道格儿子丹妮的尸体 约翰和丹妮都曾服役于特战队 约翰脱离部队后 丹妮始终留在本地军营 如今却惨死在野外 约翰通过法医了解到 道格和他妻子也遭到了谋杀 而丹妮出事那天 军营的长官将他记录成擅自离港 约翰清楚丹妮的为人 他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 这个小镇看来还有许多问题 约翰又在神父的带领下来到墓地 祭拜了道格和他的妻子 也下了决心要自己调查 约翰想不到的是 他曾经就职的特工机关高层 也在同时注意到了他 约翰来到道格的仓库 很快就发现了道格留下的录音机 录音里道格告诉约翰 丹妮的军营长官哈彻曾是个特种兵 但在一次中东战役后 哈彻似乎在进行贩毒的声音 对此他们并没有明确证据 父子俩也一直在调查此事 约翰很快就理清了线索 于是准备去探探这个哈彻的深浅 入夜后镇上唯一的酒馆热闹非常 约翰就在这时不合时宜的来了 他询问酒馆老板是否拥有更多线索 老板却搪塞说 道格一家都是好人 在社区里声望很高 但破案只能找警察 哈彻和他的手下也在现场 手下跃跃欲试 想给约翰一点教训 却被哈彻制止 约翰举着道格家的合照 在酒馆里大声询问 他质问着众人的无动于衷 很快酒馆的人就来劝他了 他们说约翰要面对的 是他绝对惹不起的人 就在这时 一旁的露斯却主动告诉约翰 他或许可以和约翰聊聊 约翰记下这个姑娘 然后撂下一句他会追查到底的狠话 转身离开了酒馆 而哈彻与手下们早已等在门口 他们警告约翰不要多管闲事 露斯的妹妹也出来凑热闹 眼看双方就要动手 妹妹赶紧拉姐姐一起想看他们打架 酒馆门口很快堆满了人 最后还是哈彻一个眼神飘向手下 几人才信心离去 酒馆的人们也逐渐散去 但服务员小桑却告诉约翰 自己有丹尼一家的线索 约翰将信将疑地坐上小迪的车 小桑说自己和丹尼是朋友 但关于丹尼的死 或许他的朋友吉斯知道更多内情 他带着约翰来到吉斯家里 约翰很快发现 吉斯是个瘾君子 对于丹尼的死他却也是闭口不谈 直到约翰失去耐心开始动手 吉斯才松口说起哈彻 原本小镇上的面粉交易被吉斯垄断 但几个月前哈彻一行来到小镇 他们先是要求吉斯上缴收益 后来直接霸占了吉斯的店面 吉斯试图夺回自己的市场 却被哈彻手下暴揍了一顿 小镇上根本没人敢和哈彻作对 他就是这里的土皇帝 这一系列的证明几乎可以说明 哈彻正在以权谋私 并且与道格一家的死托不开干系 但约翰还需要试探出对方的信息 于是他拉起小桑转身就走 他让小桑带路到哈彻的面粉零售点 可里面的人看到约翰 直接就拒绝两人进门 约翰只能在小桑身上装好窃听器 然后假意离开 果然守卫看到小桑一个人 就放他上了楼 完成交易时店员大力告诉小桑 只要套出约翰的真实身份 并且时刻监控约翰的动向 他另送小桑一只药 小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而这一切都在约翰的掌握中 当约翰问起小桑 为何镇上没人报警时 小桑却抱怨起了警方的不作为 小桑将约翰送回了仓库 他还想进去做做 却被约翰一口回绝 约翰拿出刚找到的道格录音 一边听一边准备武器和陷阱 他预感这个仓库很快会有人到访 录音里记录了哈彻的几个心腹 有能干的副手巴恩斯 暴虐成性的老马 心思缜密的大黑 还有为他看家护院的大理 四人对哈彻都极为忠心 同一时间小桑也把约翰的住址 全都泄露给了大理 第二天清晨 果然有人全副武装地来到仓库 结果开门的瞬间就有两人被秒杀 幸存的两人对仓库一顿扫射 却发现约翰似乎不在这里 出于谨慎他们逐渐深入仓库 又有一人被远方射来的箭杀死 最后一人掏出手枪继续深入 却没发现约翰就站在他的身后 约翰利落地解决掉杂兵 然后拍照给哈彻发了过去 他的复仇现在才要开始 哈彻那边刚刚意识到严重性 他命令副手查出约翰的身份 同时派出大黑警告露丝 让他不要搭理约翰 而约翰这时刚好也到了店里 大黑时去的开溜 约翰则是要了一份早餐 顺势和露丝攀谈起来 他很快看出店里的话出自丹尼 面对约翰的询问露丝并不隐瞒 他与约翰聊起丹尼的习惯 两人聊得十分投缘 约翰也怀念起了自己的战友 他看出露丝本性纯真 于是提醒露丝尽快离开这里生活 临走时约翰还满下了丹尼的话 离开露丝家的餐厅 约翰直接拎走正在沉思的小桑 并且拿他坐而闯进面粉店 双方很快打到了一起 小桑趁机想偷偷带走一些药物 却被大力逮了个正着 他威胁小桑要断他的火 直接气得小桑扑到他身上撕打他 这一幕甚至看待了约翰 原来尹君子的潜力这么大 但很快他就放倒了其他人 不料却被大力控制 大力威胁小桑帮他 他要打电话通知哈扯 小桑内心挣扎不已 但最后还是砸了手机 而约翰只用一招就制服了大力 面对丹尼的死 大力表示丹尼坏了他们的身影 他们本想将面粉卖到荷兰 更多是就让约翰去问小桑 约翰眼看问不出更多信息 直接一刀送走大力 然后点火烧了这个毒窝 此时哈扯也摸清了约翰的底细 他们也决定直接干掉约翰 大黑给哈扯打来电话 汇报了窝点被毁的消息 哈扯将信息同步给大黑 并且要求他不要擅自和约翰交手 哈扯还拦住了想找约翰的老马 他分析约翰很快会找上门来 于是决定先加强窝点的设防 而约翰则再次找到吉斯了解情况 这次他直接掏枪威胁吉斯 才知道了全部经过 当时丹尼掌握了哈扯的犯罪证据 准备向高层举报前 告诉了小桑 他喜欢小桑 于是提醒他尽快远离小镇 但小桑担心吉斯 想带他一起走 就将这事捅给了吉斯 而吉斯则把这事泄露给了哈扯 这才招致了道格一家的惨剧 得知一切的约翰心情十分复杂 他把小桑绑起来丢进了后备箱 正巧于尚赶来的大黑 两人当场爆发了枪战 约翰知道这不是个火拼的好地方 于是引着大黑往巷子里跑 不料大黑顺手就劫持了路斯 两人在餐厅后厨打了起来 约翰甚至一时落了下风 大黑还趁机拿起一旁的小刀 约翰稍没注意就被大黑捅了腰子 关键时刻还是路斯出手 一下砸蒙了大黑 约翰让路斯去报警 自己则是一脚踩上了大黑的命根子 大黑很快就招出了哈扯的窝点 约翰也给了他一个痛快 当约翰走出餐厅时 这里已经被拉上了警卫线 片警身材臃肿 看着就不太聪明 而一直监视约翰的特工也陷了身 约翰提醒他 现在不要来触眉头 有事等了结了哈扯再说 特工也爽快同意了 约翰带着小桑回到仓库 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 然后告诉小桑他正在玩的面具 是自己特种兵时期用的 同期队友现在已经全部牺牲 小桑一时间也心情沉重起来 当约翰再次逼问起丹尼的死因 小桑急忙否认 但约翰却说 他理解小桑被吉斯和哈扯忽悠 这才走上了不归路 他也是这事的受害者 小桑顿时无比自责 他有说不完的愧疚和忏悔 但很快就被枪口的触感给堵了回去 当然约翰只是吓了吓他 他们来到了哈扯的据点外 放完狠话就把手机丢给了小桑 同时把特工的电话递给他 随后快速整理好装备 全副武装的向据点进攻 很快就解决掉两个守卫 然后用石吨作为掩体 找准时机用守卫炸死一个 远处的小桑见此情景 立刻把电话拨了出去 而约翰也顺利打进内宅 先用把闪光弹丢进屋子 再进去倾泻子弹 然后闯进令奸屋子 手持双枪干掉两人 老马此时也沉不住气了 招呼约翰到其他房间决斗 但老马不讲武德搞偷袭 却又横讲武德的丢了手枪 两人直接开始肉搏模式 老马自负地认为自己最强 还专盯着约翰的伤口下手 可约翰只用两拳就逆转了形势 狠狠揍了老马几拳 不料老马又是一脚揣上伤口 还扯下水管砸约翰 可就在他以为自己胜券在窝 开始得意洋洋的炫耀 自己是如何杀害道格一家时 直接促使约翰开启了狂暴模式 只见他徒手扯掉老马一只耳朵 然后脖子一扭送他见了阎王 特工作为增援也在此刻赶到 而哈扯也因为低估了约翰的战力 身边只剩巴恩斯一人 巴恩斯自至碰上约翰他绝无生路 一路小心翼翼地喊话 让约翰冤有头债有主 有事去找哈扯别为难他 但最终 他还是被神出鬼没的约翰给送走了 哈扯看到约翰时 依旧一脸云淡风轻 他看中了约翰的实力 盛情邀请他加入团队 约翰怎么可能同意 两人很快就打了起来 但此时浑身是伤的约翰 几乎不是哈扯的对手 就在哈扯准备彻底结果约翰的时候 特工带着小桑赶到 成功救下了奄奄一息的约翰 特工带走了哈扯的全部犯罪资料 并表示会如实上报 第二天小镇正在举行丹尼的葬礼 特工找到约翰 想要他重新加入特工队伍 即使约翰再三拒绝 特工依旧在夸夸其谈 终于等他反映到不对劲时 回头一看 哪还有约翰的身影 而路斯回到店里 却看到一大袋钱 那是约翰顺走的哈扯独资 他给路斯留言 让他拿着钱换的地方生活 而结束这一切的哈扯 离开时仅仅带上了丹尼的那幅画 这个男人叫老夫 他精通格斗搏击 会讲六个语言 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高级特工 多年来他踏着血泊与敌人斗智斗勇 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然而老夫虽然拥有一份近乎完美的履历 但是却早已厌倦了这份高危职业 因此他决定执行完手头的最后一项任务 就退役回家 全身心陪伴家人 老夫的最后一次卧底任务是 潜伏在一个黑社会团体内部 帮助警方抓捕走私军火的犯罪分子 这天黑社会团体在进行非法交易时 突然被大批的警察包围 警方为了杀鸡静猴 假装将老夫打死 初次购买枪支的菜鸟小波 剑撞吓得立马跳出来撇清关系 结果被黑社会团体的成员 当场用冲锋枪击毙 随后警方与黑社会团体的枪战一触即发 警方很快就凭借着人数优势 将犯罪团体压制 此次物体行动结束以后 同事们为老夫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欢送仪式 等派对结束以后 老夫和警官老维得知 在这场枪战中意外身亡的青年小波 居然是特哥的小儿子 特哥是坦怕是有名的大富商 多年来 他一直和一对古巴兄弟合作 这对兄弟操控着海湾一带 所有的色情和赌博行业 他们将赚取来的黑钱 放到特哥的银行洗白 特哥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资产 其背后的黑恶势力更是盘根错节 遍布世界各地 老夫在交接完工作后 连夜赶回家中 与妻儿相聚 随后 他们一家人就一起收拾行李 搬到伦敦 开始了新的生活 到伦敦后不久 老夫又带着妻儿回老家 探望父母和亲朋好友 另一边 特哥一家在得知 小波被杀的消息后 发誓要让害死小波的人 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特哥命手下从监狱中 保释出当晚带着儿子 进行交易的米奇 他通过审问米奇 得知的是老夫下班的傲图 在买卖中捣鬼 但是据米奇所说 奥图已经被警方击毙 于是 特哥在任领儿子的尸体时 继续向警官老维 打探奥图的底气 由于老维拒绝告知 为此 特哥转而联络 世界个体的黑社会团体 来帮助他调查 奥图的基本信息 很快 他就在小波的葬礼上 得知了奥图的真实身份 他的妻子亚姐在一旁听到 老夫正在波多黎哥 与亲友们欢聚 于是 直接要求丈夫 将他们全家赶尽杀绝 特哥听后立马应远 随后就安排大儿子阿汉 和自己的好友 兼合作伙伴飞机 一起去执行这次任务 此时的老夫正在小岛上 悠然地享受着 难得的天伦之乐 他和家人一起在海边聚会 所有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老夫被父亲叫到房间里 赞赏着他亲手改造的手枪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 屋外突然传来一阵尖锐的枪声 老夫看着母亲应声倒地 所有的家人们都乱作一团 飞机带来的杀手们 各个训练有素 装备精良 他们端着冲锋枪 对老夫的家人 进行丧心病狂的扫射 妻子因为带着儿子 在较远的地方玩耍 侥幸地躲过了首轮屠杀 他怕被杀手发现 于是决定冒险 带着儿子驾车逃跑 等到老夫和父亲 拿着家里的线弹枪 冲破阻碍来到屋外时 地上已经满是倒在血泊中的亲人 很快 老夫的父亲也被子弹射中 老夫和杀手扭打在一起 命轩一线的时刻 父亲挣扎着爬起来 最后帮了儿子一次 老夫还来不及悲伤 就发现阿汉带着一拨人 准备去追杀妻子和儿子 老夫刚想冲上去阻止 结果又被一旁的杀手缠住 妻子一路急线飙车 半路上被杀手们打爆轮胎 导致翻车 他坚强地带着儿子继续逃跑 但最终 还是被阿汉他们无形地开车撞死 等老夫脱身赶到码头 只能抱着两具冰冷的尸体 失声痛哭 老夫悲愤交加 他不顾自身危险 与飞机等人正面交火 直到用尽了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 阿汉将老夫爆打一顿之后 又给奄奄一息着他 心脏上补了一枪 随后飞机将洒满燃油的码头引爆 老夫在码头爆炸时被掀进海里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阿汉的最后一枪 并没有打中老夫的心脏 最终被一个智力人救了下来 等到他伤口愈合再次回到小岛 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老夫打包带走了父亲留下来的枪支 还有夹着的照片 临走时 他在沙滩上捡到了儿子 专门买给他的骷髅T恤 看着衣服 老夫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的复仇火焰 他在和智力人道谢之后 再次回到了谈怕市 然后找到一处偏僻的地方住下 此时 特哥一家还在庆祝 为儿子小波报仇成功 殊不知 老夫不仅没死 反而还满血复活 带着仇恨归来 老夫给自己的车上安装了防弹装置 并且在临时住处 为复仇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由于米奇在特哥家做杂工 对他们家族的事情非常了解 老夫先将米奇抓了回来 直接使用酷刑 让他交代了一切信息 米奇为了不再受特哥家族的胁迫 答应与老夫合作 老夫将自己的墓碑 扔到特哥的高尔夫球场上 高调地宣告着 自己还活着的消息 他也不再寄希望于警局 因为距离他们全家被杀 已经过去了整整五个月 但是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惩罚 老夫在时到特哥给古巴兄弟洗黑钱后 他秘密潜入特哥的商业大楼 胁迫其员工 从高楼扔下数百万的现金 离开时 他还顺便开枪打死的那天 参与屠杀的两名杀手 古巴兄弟因为这场现金雨 大受损失 他们生气地找到特哥质本 威胁他要换一家银行合作 特哥虽然也火冒三丈 但是还是陪着笑脸 答应会将钱原封不动地还给他们 送走古巴兄弟后 飞机向特哥保证 老夫很快会成为过去时 老夫复说的第一枪打得非常响亮 让他的三个邻居都从新闻上了解到了他的传奇往事 深夜 一个罪汉骚扰邻居小美 邻居脑袋站出来喝止 结果反而被罪汉羞辱 老夫在屋内听不下去 一拳将挑衅他的罪汉打倒在地 邻居都被老夫的英雄之举所感动 小美向老夫表达了感谢 并对他的家人离世感到深深的惋惜 老夫从他的话语中获得了一丝温暖 但是他没有逗留 马上又投入了下一项复仇计划中 老夫知道特哥非常宠爱亚姐后 决定利用这点来挑拨飞机和特哥的关系 老夫趁亚姐每周四外出看电影的时候 偷偷开走他的车 然后借他的电话变身后打给飞机 以要公布他是同性恋为要挟 将他约到指定地点后再爽约 做完这一切 老夫再将亚姐的车开回原位 随后米奇在特哥找飞机的时候 故意透露飞机去了酒店 然而当特哥亲自问飞机时 却得到了不一样的回答 这次行动成功地提起了特哥的疑心 四日老夫在小美打工的餐馆用餐 期间一名穿西装的男子突然走进店里 给老夫唱了一首死亡之歌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等到老夫开车行驶在路上 这名西装男子依旧紧追不舍 他开车逼挺老夫 然后下车疯狂开箱扫射 索性老夫早就安装了防弹的闸门 但是他在逃跑的路上 为了避让行人不幸翻车 就在此时 陌生男子赶来 还没来得及动手 老夫掏出提前准备好的飞刀 率先刺穿了对方的喉咙 飞机派人暗杀老夫不成 结果反被老夫拿着炸药 炸了运现金的船只 古巴兄弟得到消息后 再次气冲冲找上门 特哥不想再受他们的威胁 双方的谈话不欢而散 晚上老代以小美再次被骚扰为借口 邀请老夫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 用餐期间 老代与另外一个邻居 特地给小美和老夫留下了独处的时间 原来 这段时间短暂的接触 让小美对老夫暗生情愫 小美劝他不要再沉迷于往事 然而 此时的老夫根本听不进去 他最终拒绝了小美的诗爱 刚回到房间调整心态 结果又听到桥门声 然而这次不算是邻居 而是特哥派来的俄罗斯杀手 老夫几拳就被撂倒在地 俄罗斯杀手力量上的强烈压制 使得老夫的每一次反击 都相当于一卵击石 他想拿藏在桌子下的左轮手枪击杀对方 结果枪刚拿出来 就被对方砸扁 杀手一路将他打进邻居家 命悬一线的时候 老夫抄起一旁的热汤 扑到杀手脸上 杀手被烫得面目全非 老夫则趁机将他抱摔下楼 在俄罗斯杀手死后 小美三人赶忙把老夫架回房间 但是他坚决不肯去医院 小美只好自己动手 替他缝合伤口 就在他们处理伤口的时候 飞机再次带着杀手赶到 小美带着老夫躲进隐藏电梯里 留老代和邻居阿普在外应付 飞机为了逼老代说出老夫在哪 残忍地将他脸上的钉环全部拔出 飞机见老代如此疼痛都不肯交代 以为他是真的不知道 碎留下一人看守 等飞机走后 老夫直接解决了看守的杀手 然后让阿普把老代送到医院治疗 自己则喝枪实弹准备前去复仇 小美不想让老夫去送死 但是她也知道 没有人能够动摇他 只好独自哭着离开 老夫知道今晚一去 自己定是凶多吉少 于是在临走之前写了一封遗书 他声明自己必须违反法律 去惩罚这些坏人 又是一个周四 老夫再次开走亚姐的车 并将飞机约了出来 另一边 米奇故意拿着亚姐车上的酒店账单 询问特哥该如何支付 特哥看后 立马向米奇要了飞机家的钥匙 还有上个月的电话账单 然后就静止来到飞机家里搜查 结果他在飞机的床上 发现了自己送给亚姐的钻石耳环 特哥回想起飞机和亚姐相处的日常 认定他们已经背叛了自己 他等飞机回来后 直接二话不说将其杀害 随后他又等亚姐回家 然后当面揭穿他和飞机的奸情 亚姐慌忙解释 飞机是同性恋 然而此时的特哥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解释 他将亚姐带到一处天桥上 然后一把将他从桥上推下 亚姐跳在火车轨道上 直接被骑尸而来的火车碾碎 特哥处理完两人后 再次回到俱乐部 他贴出重金 聘人杀掉老夫 等到阿汉询问其母亲和飞机的下落时 特哥也只是面不改色地搪塞过去 另一边 老夫全副武装 带着弓箭 一路杀进特哥的俱乐部 他将楼外的保安通通射杀后 正好遇上有人叫香槟 老夫则趁机在香槟桶中安放了炸药 随后他寻着爆炸声 一路找到楼上 拿着枪一路扫射 特哥趁着老夫和他的手下交火 乘着电梯逃跑 老夫变换使用各种枪械 最后成功消灭了特哥的一众手下 他寻着打碎玻璃的声音 找到在另一间房里 被压得不能动弹的阿汉 老夫直接在他的上方拴了一个定时炸弹 让他自己解开 特哥在跑出大楼时 被跑在他前面的一个手下 引爆了大门上的炸弹 被炸后 他只好瘸着腿 继续逃跑 老夫从背后叫住他 就在他们说话的间隙 大楼里传来阿汉手里炸弹爆炸的声音 老夫掏出手枪 一枪击中特哥 然后甩出照片 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特哥这才意识到 自己错杀了亚姐和飞机 就在他绝棒之际 老夫将他绑在一辆汽车上 发动了引擎 然后启动自己提前安好的炸弹 特哥就这样被拖进火海 最后炸得血肉模糊 老夫则在他痛苦的惨叫声中 潇洒地离开 报完成后 老夫本想引弹自尽 可是就在他开枪的时候 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妻子的面容 老夫在雷声中惊醒 瞬间明白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他收拾行李离开 并且给老代三人留下了巨额的现金 从这天起 老夫决定化身为惩罚者 以暴制暴 惩治一切犯罪的坏人 惩罚者上映于2004年 这类以暴制暴的电影 看起来让人觉得十分过瘾 不是因为导演崇尚或喜欢暴力 而是他想表达 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 越来越发现 想要用所谓的法律来约束坏人 是不太可能 也不太现实的 正如片中老夫所说 极端的时候 法律是不够的 为了修辱法律的不足 必须要做违反法律的事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眼前这个钓鱼佬 其实是快递行业的大人物 杰森 可他运送的快递不一般 只要给钱什么都送 经过多年的工作 如今杰森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跟好友警长一起 在海上垂钓 可惜半天过去了 两人愣是没有收获 就在此时 警长突然接到电话 原来 有一辆汽车在室内横冲直撞 警长说完就看向杰森 好在此时跟他毫无关系 警长当即就要开船离开 丝毫不顾及杰森的鱼刚上钩 到了晚上 杰森正在家看电视 起料 一辆汽车竟直接撞了进来 杰森一脸懵逼 他刚买的房子 住了一天就被拆了 杰森立刻打开车门 发现司机他居然认识 正是他曾经的同行 迈克 然而 此时的迈克身受重伤 意识也不太清醒 只是说 自己不能离开汽车 杰森此时突然想起 就在前几天 有人来找自己送货 可惜他已经退休了 所以给他们推荐了迈克 说吧 转身就要离开 不成想 对方直接将杰森团团围住 围守的大汉十分嚣张 声称杰森这弹必须得接 杰森丝毫不拒 随即动起手来 不多时 便将一帮手下通通撂倒 仅剩围守的大汉 他的腿弓相当不错 连续的攻击 险些让杰森招架不住 好在他抓住时机 将大汉的胳膊扭断 又打倒了一个 试图偷袭的小弟 随后拿起西装 优雅地离开 莫非雇佣迈克的人 正是当初这群人吗 来不及细想 救护车已经赶到 随后将迈克抬了上去 杰森到车里搜寻线索 奇料 后座上居然还有个美女 他醒来以后 第一句话 也是不能离开汽车 随后举起了手臂 看着这个奇怪的手环 杰森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 原来这竟是个炸弹 阻拦救护车 却为时已晚 剧烈的爆炸震飞了杰森 他回到屋内准备寻闷美女时 突然有人从背后偷袭 等杰森再次醒来 已经身处一个陌生环境 并且手上也被套上了炸弹 不过杰森并未慌张 毕竟对方能留自己一命 肯定是要自己办事 果不其然 等杰森穿好衣服 一大帮人走了出来 眼前之人名叫汉斯 正是之前那个大汉的老大 既然迈克已经死了 那么他就是需要杰森 帮他运送货物 此时大汉还想开口 却被汉斯当场干掉 毕竟他说话时 不喜欢被手下打断 汉斯举起手枪 给杰森三秒钟的时间思考 杰森迫于威胁 只能答应下来 不过他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开自己的车 汉斯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专门把他的车运了过来 还进行了一些小小的改装 首先把所有的武器都拿走 其次安装了定位装置 只要杰森离开七处二十米 手腕上的炸弹就会爆炸 说吧 手下就把包裹塞进后备箱 同时他还要带上美女 杰森虽然心有疑虑 却还是被迫答应了 他立刻开着车离开 奇怪的是 汉斯并未给他具体的目的地 而是隔一段时间 给他输送目标 杰森半路上开始询问美女 知不知道关于货物的事情 然而美女十分高了 根本不理会杰森 只说自己名叫蒂娜 走到半路上 蒂娜突然说自己饿了 可目前的位置 离最近服务区也要一百公里 于是杰森打头 两人开始谈论美食 这不说不要紧 两人是越说越饿 可就在下一个路口时 杰森突然偏离了航向 座椅代币可不是他的性格 他来到一个修车店 这里的老板大胖是他的好友 同时也是个机械大师 杰森向他寻求帮助 大胖一眼就看出 这种炸弹正是美国的最新发明 一般情况下 信号发射器就在车上 大胖刚要动手检查 其料 汉斯的手下老黑已经找上门 杰森一边让大胖继续检查 另一边独自应对老黑 老黑面无表情 只说让他赶紧回到路上 眼看说不通 杰森只能动起手来 面对一帮手持武器的大汉 杰森丝毫不慌 脱下西服当成武器 最后更是解下衬衣 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看着他满身的肌肉 车里的地纳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杰森抽起一根钢管 不多时便将它们纷纷解决 其料 最后一个敌人竟是个壮汉 杰森被直接扔飞 他起身后立刻进攻 然而 壮汉人高马大 杰森的攻击丝毫没有作用 自己反倒节节败退 杰森利用地形不断躲避 趁机吸引壮汉的注意力 成功让其陷入了下水道 他趁机对壮汉一阵猛攻 最终一阵将他打晕 杰森回到车边 此时的大胖已经找到信号发射器 然而 却根本无法拆除 只要线路一段 炸弹就会立刻爆炸 杰森这下也毫无办法 只能带着地纳继续上路 很快 汉斯打来电话 在表达了不满后 汉斯给了他下一个坐标 此处是个闹事 面前的公共电话响起 杰森立刻去接 汉斯说出了资本家的名言 你被解雇了 还不等杰森反应 立刻有人坐上他的车离开 杰森立刻起身追赶 路上抢了一辆自行车 好在这里道路拥挤 汽车的速度不算太快 杰森奋起直追 车里的蒂娜醒来 也立刻对司机干扰 杰森见状只好抄近路 直接闯进了民房 趁着司机分神对付蒂娜时 直接一跃而起 将他踹了出去 杰森顺利坐上汽车离开 他给警长打去电话 说明了现在的情况 为了搜寻汉斯的位置 杰森给他打去电话 警长则趁机定位 杰森假意向汉斯求和 汉斯则给他发送了下一个坐标 随后便挂断了电话 杰森再次联系警长 可惜通话时间太短 警长没办法定位 杰森只好再次启程 向坐标位置前进 两人来到了一个加油站 杰森给汽车加油 蒂娜则到便利店买食物 谁知他食物没买 倒是买了瓶酒 杰森正要训斥他时 前方突然停下一辆车 当他们看到蒂娜后 立刻转头追来 杰森只好驱车离开 没想到对方跟得很紧 杰森一时间根本无法摆脱 他立刻给汉斯打去电话 质问他是不是又派了手架 然而汉斯对此事一无所知 他还出言调侃 是不是杰森以前的仇人 眼看汉斯帮不上忙 杰森只好自己想办法 恰好前方有两辆货车 杰森猛打方向盘 用出了一招刀片超车 竟然从货车中间穿了过去 这可惊呆了敌人 货车也在惊慌下失控 敌人则顺利绕路 继续对杰森追击 面对如此情况 杰森把车开进了森林 试图摆脱追捕 不成想 这不但没甩掉敌人 反倒让他们拿枪手机 杰森猛然刹车 敌人反应不过来 被撞断了胳膊 杰森转手围攻 开始在后方追击敌人 眼看前方到了悬崖 杰森继续加速 直接把他们撞了下去 他则稳稳停在悬崖边 敌人瞬间车毁人亡 摆脱了这次的危机 杰森顿感身心俱疲 趴在方向盘上休息 蒂娜居然轻抚他的光头安慰 杰森不想死的不明不白 于是打开了后备箱 没想到袋子里只有几本书 很明显这根本不是货物 也就是说 眼前的蒂娜才是真正的货物 蒂娜并没有否认 反而拿出车钥匙 威胁杰森脱衣服 原来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生死与共 蒂娜早已爱上了杰森 两人在这荒郊野地 升华了彼此的感情 到了晚上 蒂娜才说出自己的身份 她竟是乌克兰环境部长的女儿 由于乌克兰即将举行环保峰会 届时 外国的化学废料都将被拒之门外 因此 化学公司希望她放弃计划 并同意几艘轮船进入海关 眼看部长不愿同意 于是 他们便花重金请来汉斯 直接绑架了蒂娜 试图借此威胁部长 好在部长并未直接答应 而是请求了一天的缓冲时间 并让手下寻找蒂娜的下落 刚才被杰森撞下悬崖的 正是部长的手下 汉斯之所以让杰森不断在欧洲绕圈 就是要躲避部长 之前送货的麦克得知这一点后 试图联系部长 所以才被汉斯干掉 知道了真正的原因 杰森立刻联系警长 让他跟部长会合 果不其然 汉斯很快给部长打去电话 并逼迫他赶紧签署合同 部长坚持要先见到女儿 警长趁机定位汉斯的位置 汉斯给杰森打去电话 交代了最后的坐标地点 杰森刚来到这座桥上 就被汉斯的手下前后包夹 蒂娜明白 一旦自己被带走 杰森恐怕凶多吉少 谁知杰森让他不用担心 汉斯主动上前 为蒂娜解开炸弹 果不其然 手下立刻对杰森开枪 杰森一脚油门 直接冲进了河里 汉斯丝毫不担心 他只要离开汽车 就会被炸死 只要不离开 只会被淹死 其料杰森自有妙计 他取出后备箱的袋子 随后将轮胎扎破 给袋子充气 就这样做成了一个救生圈 成功带着汽车浮出水面 等警长待人赶到 杰森早已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将汽车拉出河里 与此同时 汉斯带着蒂娜 坐上了前往乌克兰的火车 化学公司的代表 来到部长面前 逼迫他签署合同 毕竟蒂娜正在回来的路上 部长毫无办法 只能尽力拖延时间 另一边的杰森则 在警长的帮助下 成功修好了汽车 他一路骑驰 居然追上了火车 他停在隧道上方 趁火车经过此处时 居然一遇而起 停在了火车上 紧接着一脚踹碎玻璃 进入车厢 手下立刻对其扫射 蒂娜趁乱咬伤 汉斯逃进了另一个车厢 杰森利用手下的尸体当盾牌 缓缓向敌针推进 并成功干掉所有手下 他走向紧张的汉斯 起料 手环也在此时开始报警 杰森不敢再向前一步 眼看自动情况 汉斯开始得意起来 杰森只好准备回到车上 汉斯看着他离开 直接扯开了车厢链接 杰森回到车上 随着他猛踩油门 汽车直接撞进了车厢内 汉斯眼看情况不对 转身就要逃跑 不料竟被杰森拦住 汉斯开始服软 声称任务已经完成 他可以带着蒂娜离开 杰森此时正在暴怒 直接冲了上去 把汉斯一顿暴揍 然而 汉斯竟悄悄掏出匕首 杰森一时不察 被他压制在座位上 幸好杰森一脚将其踹开 紧接着又是一击飞踢 杰森立刻上前 拿下手环钥匙 又用安全带 将他绑在方向盘上 杰森成功取下手环炸弹 反手给汉斯扣上 紧接着发动汽车 汽车很快脱离了车厢 汉斯却不敢跳下去 最终 炸弹爆炸 杰森在废墟中找到蒂娜 两人劫后余生 警长见状立刻联系部长 得知女儿已经脱离危险 部长长舒一口气 把已经签署好的合同撕碎 化学公司代表知道计划失败了 只能幸幸离去 与此同时 乌克兰警方早已准备好 突袭了港口的货轮 将所有船员抓获 这场风波终于平息 杰森再次跟警长一起 过上了退休生活 只不过这次 蒂娜也在杰森身边陪伴 然后再次复杂森身边陪伴 划失败的